這段影片會講resistance 電阻 電阻是什麼來的呢? 我們先看看第一句 電阻,resistance, shows the opposition of a material to the flow of the current 換句話來講,電流流動的時候遇到一些對抗和阻力 我們就稱之為resistance 電阻 單位是ohm,你看到這樣的符號 就是它的單位 其實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一般來說,我們有見到很多 positive charges 很多 charges,很多電荷會在電線上流動的 如果我們遇過一條線分支,遇到兩條線 當兩條線都是沒有電了的 它們會平均地分流去 所以見到本身八顆的就會分流到一邊四顆,一邊四顆的電荷 情況二,case 2 的時候 其實這條電線上面都是有些障礙物 有些opposition,有些對抗 怎麼樣呢? 既然阻力是一樣的話 它都是分流一人一半的 而去到case 3 的時候就有少許不同了 你看到上面那條路只有一個障礙物 下面那條路就有三個障礙物 這裡可以見到上面那條路應該容易走一些 所以就會有比較多的電荷走到上面那條路 比較少的電荷走到下面那條路 那這裡在說什麼呢? 這裡在說其實所有的conductor 其實全部都是可以導電之餘 但是我們發現有一些導電效能 會比其他更好一些 因為它們的電阻值是不相同的 而ability to conduct electricity 它的導電能力就是正正和它的 resistance有關係 而如果那個conductor的電阻值是比較低的話 我們會發現它 conduct electricity better 較好一點 而有時候在實驗室裡面 我們會刻意地加了一些原件 那些原件就可以幫忙去加一些電阻上去 那我們叫做resistor 那你會見到是這樣的 而畫圖的時候就用這個符號 那這一隻它們有固定的電阻組織的 那但是有時候我們想調節電阻數值 那它會用什麼呢? 我們就會用一個可變電阻 real stat 也就是右手邊這一種 是一個adjustable的resistance 它電阻值可以調教的 那至於怎樣調教呢? 那最主要高電阻的 是下面比較深色的部分 所以下面其實是一些很高電阻值的電線 那所以當電路流入的時候 current流過 那我就看看可以走多少路 那如果走下面綠色的部分 越多的話呢? 就表示電阻值越高 那然後再上去上面 藍色的部分呢? 那電阻值就沒有什麼的 那所以呢 如果我現在把這個東西呢 往左手邊移動的話呢 那我就會走下路呢 走得比較多 那換句話來說 resistance就會較勁了 那如果我把這個東西呢 往左手邊移動的時候呢 它很快就可以上去上面 那所以呢 那走下路就比較少 走上路就比較多 那所以它的resistance呢 也都因此要比較少一些的 那而real stat 一些可變電阻 那個電阻值 我們的符號怎麼畫呢? 就是這樣畫的 第二樣東西 我們都看一看 effect of resistance on current 那剛才一開始的比喻都見到 如果越多電阻值 那換句話 就是越多障礙物 越多對抗的時候呢 其實會越少current流去那裡的 那所以啦 the higher the resistance the smaller the current 又或者是講 the lower the resistance 相反這樣叫 the larger the current 那我們都發現呢 其實原來有三個因素呢 是影響著我們的電阻值 那大家可以揭一揭去到 第十五版那裡的 三個不同的因素 那這三個因素呢 分別就是 the thickness of wire 條線的粗幼度 the length of wire 條電線的長度 以及the material of wire 那我先做一個簡單的總結先啦 總結來說呢 我們發現如果越厚的話呢 其實電阻值是會越低的 越粗越低 相反 越幼身的話呢 就越高電阻值 so a thin wire has a higher resistance 那我們做實驗期間 會量度到的就是這個了 實驗結果 the thicker the wire the larger the current 調反過來 the thinner the wire the smaller the current the smaller the current 第二個情況 那你和長度有關係的 用長度有關係的時候 我們見到這條電線 如果越長的話呢 就越大電阻值 a longer wire has a higher resistance 我們做實驗期間量度到的 the longer the wire the smaller the current 這個實驗結果 至於財質方面呢 我們都發現了不同的物料 其實是會有不同的resistance 而今天的實驗結果呢 我們看到copper 那個resistance呢 是小過sink 小過iron 小過necron 小過necron的 那然後這一部分 我們都用實驗的形式去處理和去做 做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一定要看回這一句 找回它的實驗目的是什麼 而怎麼看呢 通常呢都在頭幾項會出現 究竟我想study些什麼 study effect of a on b 即是a對b其實有什麼影響呢 那a呢自然就會是我們的independent variable 那b呢自然就會是我們的dependent variable 那當然呢 實驗期間呢 我們為了確保它的fair test 所以我們要有一些東西 set它做一個control variable 唯有這樣做呢 那才可以穩定 這樣可以確保實驗是公平的 因為這些control variable 分分鐘都會影響到我們的實驗結果 那所以啦 這裏呢 C講到這麼多 那下一段片呢 那我就會講第16版 那個forage sheet 應該怎樣去完成 然後呢 幫大家去完成你的小冊 啦